晚安,歡迎回到異色的答案,我是DK 昨天九面發了一部影片 大概是在說使用華康字體 包括星系名體 都會被威風數位著說每年2萬的費用 當然前提是影片要有盈利 目前異色的答案還無法盈利,沒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以後要開啟盈利的話 當然要非常注意自行使用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現象也反映出YouTube這個平台越來越多人投入 當然字體公司也注意到了 今後異色的答案所有字體都會使用可以作為商業用途的字體 也包括背景圖案的使用 像這個,這個,這個 這些都是可以作為商業用途的影像 目前我所有的影像以及圖片都是從這個網站合法下載 那這個網站我也非常推薦給我們這種小型頻道使用 也都是可以作為商業用途 音樂部分我全部都會使用YouTube提供的免版權音樂 總而言之我會非常注意版權的問題 這樣頻道才能走長久 請大家繼續享受音色的答案帶給你們奇異事件吧